而人呢 在國外的立法院長王金平 沒有因為關說事件而提前回國 他今天按照計畫 在馬來西亞參加女兒的婚禮 不過呢 他透過了立法院秘書長林錫山 對外表示 自己呢 沒有關說司法個案 他只是說了安慰立委柯建民的話 而柯建民本人 明天將在民進黨黨團大會之後 首度公開對外說明 馬中呢 希望王金平 儘快回國說明關說案 不過王金平還是依照原計畫 在馬來西亞參加女兒婚禮 幕僚對外表示 院長並沒有說要提前回來 王金平預定在10號晚間返國 據要解王金平透過電話 向立法院秘書長林錫山否認 他有涉入司法關說案 表示自已直向立委柯建民 說了些安慰的話語 另外柯建民也痛批 特徵組對他進行監聽 他卻沒有收到任何監聽票 他預定在9號民進黨團大會 首度公開說明 另外被指控涉嫌關說的 高檢數檢察長陳守皇也批評 特徵組違法公布電話監聽一文 因為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 除非涉及貪污洗錢 證券交易法等刑事犯罪 或國家安全 否則通訊檢察資料不得外流 陳守皇質疑特徵組 知法玩法 而且這是公訴罪 台北地檢署應該主動調查 陳守皇還批評 黃世民上週向總統報告本案 等同前倒查局長葉勝貌 拿洗錢情字 向前送陳水扁報告 難道沒有泄密的問題 特徵組發出新聞稿回應表示 一文內容是調查其他貪毒案件取得 所以沒有違法 警察中長向總統報告行政調查案件 也不構成泄密 至於對柯建民的監聽 才剛在9月5號星期四結束 監聽票依法需要在監聽結束後 承送法院開出 所以還需要一點時間 才會送交柯建民 記者綜合報導